小小的笨問題 0加速到105秒 0加速到107秒 誰加速快? 車加速快 一個只要5秒一個要7秒 另外一個是 6秒加速到10 一個是6秒加速到15 誰加速比較快? 0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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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是簡單笨問題 你們要故意耍笨文沒辦法 OK 下面一個是稍微不簡單一點 但是也很簡單 一個5秒加速到60 一個50秒加速到80 A 問問你自己 你用什麼方法算出來 A的加速比較快? 你在心裡面想到的那個算的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要教你的東西 你要算加速度 是兩個東西的比值 速度變化量 跟時間的比值 速度變化量喔 不是速度喔 現在速度2 當尾速度變化量是3 我要一個3 我不是要2也不是要5 我要一個3 變化量3 然後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時間 所以寫成偉大的公式 寫成這樣 ΔV ΔV Δ代表改變 花多少時間 速度變化量有多少 V2-V1 有人寫V2-V1 有人寫V0-VT 有人寫V1跟V0 隨便你 反正一個初速一個末速 末速減初速速度變化量 除以時間有多少 好 0到3秒鐘 花3秒鐘 速度從2 2變成14 然後變化量就是12 14-212 12除以3秒鐘 那要4要算算就好 就是我們的 算的加速度的方式 末速減初速 除以時間的改變 時間的變化 末時間減初時間 就是 剛才你在做第三個問題的時候 你腦袋瓜就曾經這樣算過 曾經這樣算過 所以答案說 A會比較快 你這樣來的 就是我們要叫你 做這個東西 就這樣 就是公式 把它背好 A就是ΔV 未來我們會一直把它拿出來用 所以你就知道 同樣的時間 ΔT一樣 上面的ΔV越多 速度變化量越多 就表示速度就會越快 那同樣的速度變化量 ΔV一樣 以下ΔT如果越小 花的時間越短 它就會越分 如果我們前面在做的 E的跟D的幾乎 給你看看這個東西 看相同的變化量 或者是看相同的時間 變化有多少 來看大大快慢 這很簡單的小問題 很容易 重點是看它的公式 A等於ΔE跟ΔV的比值 OK 那我們剛才講到這裡的都叫做平均 平均 因為我只管開始跟結束 中間都不算 中間都不算 就跟我們剛才算的速度一樣 只管開始在這裡結束 在那裡算位於多少 注意這叫做平均速度 這也是一樣 只管開始速度跟結束速度 中間的快慢空都不管它 所以叫做平均加速度 事實上我們也只會算平均加速度 我們國中的數學能力 也只能夠去算這個平均加速度 平均值這段過程 我假設你做等加速度運動 就會從在這麼多時間之內 速度變化量會這麼大 就是我們的意思 告訴各位 加速度的含義 告訴你說我們算的叫做平均加速度 要記得那個公式 A等於ΔTΔV ΔV除以ΔT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很好